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幸福的行径 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 过年是一年当中最喜庆的日子 因为它意味着团圆 但是有那么一些家庭因为工作的需要 不能够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家人 他们一年当中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而丈夫还从事着极具危险和挑战的职业 但是一家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那么他们对于幸福生活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呢 和每个工作日一样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曹振一家 早早的起床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一天就走啊 好 再带一时间过去 谢谢啊 跟爸爸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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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见 慢点啊 好 只要不是休息日 曹振总是在六点半之前到达工作单位 这已成为了他多年来保持的一个习惯 今天考最后一科了是吧 对 考什么 考一科 做一科 做一科 学习是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今天别紧张好吗 嗯 由于丈夫工作性质的特殊 作为妻子的刘景超 总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去细心维持这个家庭 对 今天是女儿曹岳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 也和往常一样 她天不亮 就要送女儿去上学 动一动下课啊 别老在教室里面不出来啊 下课也出来跑一跑 你今天还要回饿吗 好 开门 好 开门 由于第二天是飞行训练 为了保证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吃完早餐后 曹震就带领队员们开始了一天紧张的训练 八一飞行表演队的主要任务 是对外迎兵和礼仪特技表演飞行 人员的组成非常严格 只有空军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才能入选 成立四十多年来 表演队一起精湛的演出 高难度的飞行特技和敢打必胜 制胜空天的亮剑精神 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 八一飞行表演队通俗的讲 是我们国家空中的仪仗队 它既代表了空军 走出国门的话又代表了中国 主要是传播我们的空天文化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空军在干什么 了解我们的空军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 领空的安全 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付出 正是深知八一飞行表演队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作为队长的曹振 无论是平时的飞行训练 还是正式的飞行表演 他都会严谨细致地做好飞行前的数据分析 认真地总结飞行经验 一共队员们进行更好的研究学习 飞行员是我中学以后就有的梦想 我为了这个梦想走进了军营 为了要履行好自己的使命任务 肯定要与一定的风险性相伴 不管是作战飞行 还是我现在所进行的表演飞行 我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好 走入我们表演队 一名新半部 我们要充分地了解我们师的历史 和我们师武器装备的更新发展和变化 对于曹振来说 飞行事业是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他深深地热爱着飞行员这个职业 由于常年从事高强度的飞行表演任务 曹振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工作单位和飞行厂商度过的 在他的记忆里 一年之中回家的次数 屈指可数 我回家的次数很少 能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也非常少 我估计粗略地算了一下 和家人一起吃饭 可能不超过十天 今天和往常一样 刘锦超都是在家里扮演好闲内住的角色 结婚十一年来 他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飞行表演事业 成为了丈夫安心工作最坚强的后度 飞行员是高风险的职业 我们所有的空情家属都知道 不能让老公带着情绪上天 哪怕是家里有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会把它咬开了嚼碎了 慢慢地咽到肚子里去 对于刘锦超而言 他不仅仅要承担起家庭生活和抚养女儿的双重压力 更重要的是还要整天在家里 为丈夫的安全提心吊胆 忍受心里的不断煎熬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样的心理压力让他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我就觉得吃不好睡不好的 一下子好像天天都是提心吊胆 曾经也动摇过想让他转行 干点别的 可是老公说 我就爱战斗机 怎么办呢 我爱他 他爱飞行 爱我所爱 无怨无悔 丈夫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深深地打动了刘锦超 使他渐渐地了解到 丈夫肩上所担搏的重任 体会到他工作的辛苦 看着老公飞完行回来 一身的汗 感觉特别不容易 每次还要忙着研究计划 工作压力挺大的 我感觉特别的心疼 也更理解了飞行员这个职业 飞行表演 是一个经常要有危险打交道的职业 作为妻子的刘锦超 虽然很少去现场观看表演 但她总会用自己的方式 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我一般不太敢看 别人在欢呼 在喝彩的时候 我的心都是在纠结的 我老公要是去飞行的时候 不管我忙什么 我只要一听到飞机 从这个房顶上飞过的时候 我都赶紧跑到阳台上面 拉开窗户 往外面看 就像一个新飞驾设似的 每次我看到飞机 从这个房顶飞过去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很兴奋 很骄傲 很自豪 丈夫曹震也可能了解 刘锦超作为飞行员家属的主意 所以每次回家后 他都会想方设法的 和他开心 只要他一回家 就尽可能地陪孩子 一块写作业呀 一块做游戏 孩子玩累了 他就到厨房里去陪着我 给我打打下手 有的时候也能穿上围裙 露一小手 给我们炒两个菜 尽管不太好吃 但是女儿特捧场 说爸爸炒的菜比妈妈炒的好多了 让妈妈可以下岗了 老公一回到家里 我们家里也就是欢声笑语了 我觉得特别好 也希望他能经常待在家里面 明天是丈夫的飞行训练日 由于飞行员在飞行时 需要高度集中精力 所以在飞行前 都必须留在单位24小时待命 对这一切 刘锦超母女早已经习以为常 无数个夜晚 都是母女二人相依躲过 孩子小的时候 根本对爸爸没有概念 但是他知道 他爸爸是穿军装的 只要一看到军装 不管年龄 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都会喊爸爸 但孩子大一点了 爸爸不在家 他也会问妈妈 爸爸上哪去了 我就告诉他 爸爸去执行任务去了 他问我 妈妈什么时候 爸爸才能回来呀 我就带着孩子一块儿 画日历 我说你画的这一天 爸爸就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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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年代》